上週末 橫跨澳洲大陸的打倒中共惡魔&CCP 汽車遊行抵達西澳大利亞首府珀斯 與西澳民眾共同聲援4億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讓我們齊心協力 幫助更多的人認清中共 拋棄中共 打倒中共惡魔&CCP 週日 珀斯市中心的弗雷斯克廣場上 西澳舉行集會聲援4億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集會現場各界人士發言譴責中共暴政 支持中國人三退自救 中共邪黨的罪惡 慶竹藍書 殺人如麻 血債累累 罪惡滔天 人神共憤 中國人是時刻要回復文化的文化 和解除外國的影響 和民主黨的影響 回復的權利和自由 他們被失去 他們被拆除了 他們被拆除外國的影響 叫Mau Tse Tung 是時刻要自由 我會支持你 我可以支持你 法輪功學員以武龍和妖鼓表演 慶祝4億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同時歡迎NDCCP車隊抵達西澳 集會前的上午 載著真相展板的車隊已環繞珀斯地區遊行了數小時 NDCCP汽車遊行由全球退黨中心發起 在世界各地舉行 此次汽車遊行橫跨澳洲大陸 從悉尼出發 京廷 墨爾本 阿德萊德 直至西南角的珀斯 行程8000多公里 來自墨爾本的車隊成員丹尼斯‧約翰遜表示 車隊在途徑的城市和鄉村停靠 很多澳洲人表示了解中共的邪惡 但不知道可以為此做些什麼 清淘人電視澳大利亞珀斯記者站報導 《中國人》 好